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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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號台北花博歡慶現場 有一群跨紅者站出來分享 脫離同性戀 雙性戀及變性人的故事 來自全台上千位支持跨紅者的民眾 也都被這股感於不同的 生命熱情所感染 各位大家好 我叫Way 我來自台灣 大家好 我是Way 我是一位跨紅者 我們跨紅者選擇站出來 就是希望讓社會的人明白 我們不是去爭挺同反同 我們所要去爭取的是 有沒有機會給我們一些聲音 讓更多的人都明白 這裡有人懂他們 這裡有人了解他們 因為這一群人反而是最安靜的一群 可是他卻是最多的一群 主辦單位國際跨紅聯盟 特地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比照聯合國規格 舉辦全球第一次國際跨紅人權高峰會 共有全球23國的跨紅者代表響應 分享各國跨紅運動的發展 以及人權困境 我們是出現的一群人權高峰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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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一群人權高峰會議中心 我們需要成為一群人權高峰會議中心 為一群人權高峰會議中心 我們需要成為一群人權高峰在一起 不只是亞洲第一 這次是世界首發 而且世界第一 另外國際跨洪聯盟 也出席10月24號 立法院性別平等教育法的公聽會 表達多元性傾向的教育 對於孩童的傷害 同時也呼籲跨洪者 蛻變的故事 也應該要納入性別教材 我們不是為了要推翻 同志教育 而是我們希望同志教育裡面 可以包含著 跨洪者的生命經驗跟他們存在的意義 性別教育本身沒有跨洪者的聲音 它其實是一個一半的教育內涵 而且包含我們的人權也是一樣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遊行 同志遊行 可是沒有看到跨洪者出來 被接待的話 那這樣的所謂的自由民主 我覺得是缺一半的 最後國際跨洪聯盟 呼籲跨洪者的生命與尊嚴 應在法律 教育 醫療權利中被保障 也期盼民主多元的台灣 能聽見其弱勢跨洪團體的心聲與倡議